来欢迎试吃比利时松饼 刚出炉的比利时松饼腔气四溢 酥脆又Q弹性 不少民众排队试吃 但想要吃上好吃的烘焙美食 钱得要多准备一点 有物量不断上涨 以烘焙产业来说 涨幅最大的就是奶油类的奶制品 其次则是面粉以及卤酪品 平均涨幅落在三到五成 现在是有钱不一定有货可以到 对我们烘焙业者来讲 整体来讲是 非常的经济 营运方面非常的困难 涨幅太快成本只能自行吸收 国际原物料不断攀升 加上无二战争影响 货运大塞车还有业者 怕运送时间太久 怕原料变质改成冷冻仓储的方式运送 它的航程到21天 竟然变成两个多业 现在真的很担心 现在因素是在国外的一个 原物料的一个大涨 那这个情况看起来 目前还没有什么缓和的迹象 无二战火烧到餐桌 原物料价格涨得又急又猛 售价跟不上成本飙升的速度 以烘焙业者来说将近90%的原物料 已靠进口 如今无二战争打乱运输 业者只能苦撑吞下成本 战争何时结束 牵连全球名声 欢迎问洪熙与廖子轩台北报道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想要看到楚国最新的动态 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频道